大家看一下之前同学做的一些题目 像之前有可能住新北的同学 他对于那个AED 可能他急救设施比较有兴趣 他就统计了一下 把那个新北市的AED相关的素材 拿来统计分析 而且不是只有统计哪一区 他要统计哪一种类型 所以他可能 我们在出的分析表 我们通常是只有用到列 那其实还有一个蓝 蓝你也可以两个做交叉分析 所以他分析出来结果 那直条图的话 他用那个比例直条图 其实你会发现 他除了有数量之外 他还有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设施的相关的比例 数据也可以把它直接就显示出来 另外的话还有像什么 像票房 像最近通缝的问题 那你也可以把那个 通缝的资料 好像从主计处那边应该有这相关资料 像那个中油 油价 历年来的高低 或者是地震 今天地震蛮频繁的 然后呢 他也把地震的资料抓出来 做分析 那再来的话 像什么 可能有同意 对捷运 运量有兴趣 其实台铁可以啦 高铁 到底这几种 几种的交通工具 你们也许你可以综合分析 疫情到底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 OK 其实你也可以 当然这个可能要抓不同资料 去做比对分析 OK 然后 比较刚刚有同学想要抓新冠 不过这个新冠的资料好像非常庞大 不过太庞大的话 因为也是有最多只能放104万多笔 所以如果你超过104万多笔的话 那变成你那个资料要先切割 或者先筛选 把不要的先筛掉 那留下来最多就是100 一个工作表最多104万多笔 这个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像股市 像台积电 股市资料 曾经大概最高高到快700点 695点 然后一直跌的 最近好像也跌了蛮多的 还有像国民索德等等的 这些相关的资料 都有蛮多同学有兴趣的 甚至是六都的迁入迁出的人口 还有什么U-buy 其他的话 好像同学比较有兴向U-buy U-buy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试 比如像U-buy的利用率 好像几乎全台湾六都大概都有了 到底哪一个像同学是做台北市的 台北市到底哪一个站 是使用率最高的 蛮意外的 第一名居然是知山站 第二名是公管站不意外 可是公管站 第三名是原山 第四的话才是市府站 OK 这个当然是针对台北市的U-buy利用率 其他的话当然U-buy还有分1.0跟2.0 那大家你这部分声明可以在家里来做这个讨论 其他的话像人口密度啦 或者是统一发票等等的 这些都是之前同学做过的 还要像结婚人数 结婚人数也是一样 为什么人少此话原因 其实这边也有相关的资料 在那个开放资料里面都有 OK 那不妨各位可以找一个可能比较适合 像那个租房子也有啦 那同学也是在外面租房子 那哪个地方最划算 第一名的话 不意外 中山区 刚好是中山区 刚好是我们之前切大案件最多的 OK 所以是不是跟那有正相关 因为他那边的治安相对比较没那么好 所以他的房价相对的 也就没 是不是 租房 不知道 这个同学就有特别去讨论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像出金的落点 可能都跟你们自己本身有关系 这也就是台积电 我朋友蛮认真的做一些 那个股市相关的 OK 相关资料 那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 跟按照自己的专业 去做一些 这个 找那个题材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有关 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 有关就是这个资料 像开放资料里面很多 他都是有提供经纬度 但是他没有提供地质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要怎么样把经纬度变成地质 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是有 里面是没有一个光纹 是直接转换的 这个可能要再找找看 可是问题这个其实是可以拿来利用 利用什么 把它变成3D地图 比如说我想知道 到底这个住宅 这到里面呢 在桃园是哪些地方是热点 那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在 除了数据哦 除了你可以把数据放在地图上面 显示的话 那就会更直觉 所以我刚刚有利用那个3D地图 把它图示出来 大概类似像这样子 你可以把那个数据 直接就放在那个地图里面 并且你可以调整它的那个 它的数字的高低 它这个数字的高低 其实那个图你除了可以用 之前的直条图之外 其实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本来像这样的 它有点长这样 不过长这样的有点怪怪的 好像长很多次 你也可以调整其他的 那后来我发现用这个叫什么 热力图 感觉可以比较明显的 显示出那个图 的一个 就是住宅切到 它在哪个地方显示出来的热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就很清楚了 而且你可以把那个什么 图上面加上标签 有没有哪一句 你就会显示出来了 所以将来 住宅你们现在如果 因为现在很多人 年轻人常在讨论 YouTube上也常在讨论说 年轻人到底要不要买房子 老一辈就说 如果你买不起市区 不然你就往外 新北也可以 新北还是很贵 那你就要买桃园 如果你要买桃园的话 可能就是可以先拿这个资料 先参考一下 为什么 因为这上面就是哪些地方是住宅切到的热点 那尽量避开 那相对的 你就不会说买到那个房子经常遭小偷的问题发生 那哪些地方 你们可以看一下 底下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影响的范围可以稍微调一下 你可以看到热点就可以突典出来 大概原则上大概就桃园这个区块 瑰山区这个长寿街这一段 这里是哪里 春日路这边附近 中正区 中正路 然后还有这一边 环中东路 还有这什么 中央大学旁边这里 好 那怎么样做出这个3D图 当然如果说你要会市的话 也可以再把它加进来 那怎么加 这边注意 第一个的话 油不要一样放这里面 反正跟苏纽分析表做法一样 把资料先找到 然后第二个的话 只要提供这两个栏位就可以 主要是针对这两个栏位 他会帮我把这两个栏位 会是到那个3D地图里面 OK 那首先的话油不要放这里面 第二个的话 找到那个插入 本来我们是插入苏纽分析表 那你把它改成什么 插入3D地图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3D地图 只有在我印象中好像最新的版本才有 2016不确定有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已是有版本比较旧的话 应该是没有这个版本 没有这个功能 OK 再把它点击它 那它会出现说 原来我刚刚做的你可以把它删掉 或者是说你可以新增导览 所以如果你可以多做几个 你看哪一个比较OK 你就挑哪一个 然后新增导览之后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资料自己找到 所以你会发现它已经找到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LAT 然后它知道这个是尾柱 然后这个LNO 应该是LONTICUE 一个是LATICUE 然后这个是GINTO 然后这个是GINTO 可以让它这样 有没有 旋转一下 它这个可以让你做3D的旋转 其他的话 比如说上面没有那个 哪一个地区 你可以加上地图的标签 然后平面地图也可以把它加上去 你可以把它变平面的 OK 然后或者立体的 然后最后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 如果你假设不要是点状的 你希望是像泡沫状的话 有没有 它会像这样 其他的话 也可以把它改成像热力状 类似像这样 那你底下的话 还有所谓的图层选项 跟图层选项底下这边 你可以再去变更它的颜色 它这边颜色的话 如果假设你不要这颜色 你可以再稍微 色阶可以改 有没有 这颜色 像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它红色变多了 然后影响范围 你也可以再调一下 有没有 那你可以调整出 你觉得比较恰当的一个分布状况 甚至不透明 不透明的话就像这样 有没有 它会变得有点像半透明状态 最后的话 你就可以把最后结果的图 把它截图 把它拍到下来 然后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报告里面 可以当成是报告的一个部分 甚至我是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好的 它可以建立视讯 什么要建立视讯 有点像是它帮你 像是用那个什么呢 用那个 用那个无人机拍这个 有没有 你按建立视讯 它就会帮你建立一个 一个影片 有点像是无人机拍的那个影片出现 最后你可以把它存档 OK 这个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可以玩玩看 OK 再来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原则上的话 因为下个礼拜 是集中考搜 OK 所以下个礼拜的话 原则上 当然这样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原则上就不上课 然后给各位做这个报告 那缴交的时间的话 理论上就是 在下下礼拜 下下礼拜一 等于给各位两周的时间 做这个报告 OK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OK 好 画面一旦 让我们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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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